当我们组装好六组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方向 我们看这里 我们看这个 这里有四个孔的这个方向 把它前面的这个 把它前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取下来 把这个东西取下来 所以我们 我们需要的就是 把这三个螺丝 这三个 把它背面的四个螺丝 我们都卸下来 对的 这个东西 我们就对这些螺丝 在一起 一 Nikki 你放过来 让大家只要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把这东西卸下来 然后我们把超松波 我们超松波可以先用布板线接好 四根下随意先接好 然后接好之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我们这样放进去 再放进去 然后我们再用 这种1.5的小螺丝 1.5的小螺丝 1.5的小螺丝 我们从这个超松波这里 我们把它后面 这四个孔我们拧进去 后面拧进去 我们要孔对着 这样就把这个装好了 装好之后呢 我们再按照我们组装式的方式 我们再把它装回去 再把它装回去 注意我们装回去的时候 我们超松波要这样放 这个现在是朝底半了 现在是朝底半了 就应该这样放下去 然后我们再延峰不动的把这个 然后再延峰不动的把这个 垂装上去 然后再延峰不动的把这个 垂装上去 装回去之后 我们现在来装这个树莓派 我们装树莓派 树莓派我们装在这个 插松波相对的另一个位置了 插松波在这边 我们把树莓派放在这边 然后这里有四个孔位 我们对一架四个孔位 然后的话 我们把朝向的话 我们这样朝 风扇啊 风扇啊 风扇就朝这边 我们以这个 看这个电影拍拍 和这个电影拍拍 它同一侧 然后另外一个用螺幕 把它理上去 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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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要穿到那边 因为我们操作不要接这里 所以我们把线弄到同一侧 然后我们先弄好不要交叉 弄好之后我们再从这个控制板 不然就把这个这里穿上来 然后我们现在体现了我们先看一下超通播他们里面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是VCC是VCC是这个 然后我们VCC在这里我们就接5V 然后我们找这个GND在 然后VCC旁边是Trick角我们就是展测这根 我们就接SCL 然后Echo角我们接这个SDA 这样我们就把纯粒木机好了 把多立的线把它塞到下面去 然后我们再接这个 再接这个S上头 S上头的话我们是把它固定在 固定在这前面的前面有四个孔这里 我们是固定在固定在固定里面有四个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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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五个孔子 然后我们用2层5的机械螫丝 然后我们用这个2层5的机械螫丝 我们固定的话 只固定前面这两个孔 前面这两个孔 一草的孔 КОНЕЦ 我可以吃到 放入冰箱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摄像头固定好了 看我们线的话 我们把这个线押上去 线的话我们这 这里出门方有四个USB接口 我们可以愿意插一个 然后我们这个多极线 多极线的话 我们这个最上面的这个 我们接这里接19 接的时候注意是我们橙色 对这里的白色 然后另外一根接下面 接好之后 我们可以用扎袋把这个 长的线我们会缠一下 然后把它塞到下面去 然后我们就把 树莓外的电源给接上 我用这线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这个 把这里 所以我们接的时候最好就把这个 这个电池连接线 我们把它拔了 把它拔开 然后我们这个 我们只用两个 用这个 红色和黑色 红色和这里的一样 我们 和这里的一样 和这里的红色 我们先把它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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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不同的时间 下火 小火 至于过去 太多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另外一段我们把它连起来 刚才我们接点控制板上的那个连接线 插的时候我们是白对白 红对红黑对黑 我们这样接上去 接上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这里的一个蓝灯和一个红灯就是微弱的亮起 说明现在是和数美派就通电了 然后我们把多余的线用招来招一下 然后塞到下面去 然后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数美派的全部安装 我们在半天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我们刚才接上去的这个我们把它断开 断开 然后我们再把控制板上的电源关掉 这样就把这个数美派关机了 然后这就是关于我们数美派的组装 行部组装